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体比较弱 那你生命的能量光就成灰暗色 灰暗色的能量光自然无法感召好运气 就像你每天病痒痒地卧病在床 自然很难赚钱 很难经营事业 很难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种生命能量光会感召什么呢 会感召附体 也就是说你前身所杀所害 或者今生你所伤所害的那些众生 很容易在这个时候被感召来 感召来做什么 来伤害你 你以前生命能量光强 我没法治你 现在好了 小叶终于让我碰到了这个好时期 那我就要报仇 就好像你年轻的时候 年轻立装 踢戈很大 别人不敢惹你 你经常欺负人 那是地皮流氓 当然不是知你 我是指一类人 当你年老体衰的时候 对方正是报仇的好时机 这就是食病引起的虚病 身体常年病弱 引发附体来干扰 还有一种呢 是虚病引发时症 是什么情况呢 是对方与你的仇深赤海 你前身曾经杀害伤害 或者有夺妻杀父之仇 尽管你现在还走好运 生命能量光还很强 但是他们不惜自己 自己对你的能量光所损伤 携带地府的令牌 这是讨债令牌 人家是合理合法的 强行附体 虽然是两败俱伤 但是人家在所不惜 在你身上不停地 给你制造障碍 让你的生命能量光 一天天地衰减 直到你身体的某个位置 开始出现病患 它无法让你整个身体的能量光 全部衰减 但是它可以在你某个位置 所有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 那能量是不可忽视的 或者它让你的腿疼 或者它让你腰疼 或者它让你胃疼 或者它让你胃疼 或者它让你头疼 总之它让你身体病痛较多 或者它专门障碍你特别在意的事情 障碍你的婚姻 障碍你的事业 障碍你的财运 障碍你的家庭 你在那儿它就障碍那儿 当然咱们现在谈的是趋病引起食病 也就是说这些附体来之前你是没有病的 来之后你逐渐就生病了 这个生病的过程不是说它来了 你马上就生病 不会的 除非你的身体已经落得 能量高已经很衰了 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会有明显感觉 不然的话你不会说马上来了就生病 而是前一末化 刚开始可能就是一些身上的麻或者发粮 逐渐可能是发脏发酸 然后发困再之后就疼 再之后可能就是身上的那儿骨质增生了 或是哪儿已经是病已经起来了 病有一个过程 治病也有一个过程 身体的病因有很多 比如说你生病了 我们可以连续排查出几个因 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的饮食 没有注意 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有轻有中 对吧 有的可能当下就让你呕吐致死 也有的就是前一末化 你的不良的生活习气 你特别喜欢吃某一样 造成了就是说这个营养不均衡 容易生病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比如说 晚上睡得太晚 早上不起床 生活的习惯引发的疾病 或者呢 你就特别酗酒 赤酒如命 饮酒则伤干 对吧 导致了疾病 或者你贪瘾好色 长期如此 有这种习惯 精气神自然衰竭 也容易生病 当然还有附体导致的疾病 还有血法导致的疾病 也有可能是你前生是 童子今生的一个救赎引起的疾病 还有就是你的阴在 瘦身在没有还清 所以引发的种种障碍 它是一个一连串的反应 很多时候呢 你生病了 是几个恶因的一个总结 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因果 比如说我们昨天 还是前天查的一个事情 应该是前天吧 这个师兄啊 他的丈夫是酒如命 当我们查询的时候 本来是想查查 他为什么喜欢喝酒 最后一过来 我们就看见他肝功能接近于衰竭 当时菩萨告知是允许查附体 不允许查血法 那我们先从附体开始查血 发现果真有这么一个灵性 他畏惧肝脏 他就有一个使命 就是专门干扰肝脏 就是让肝脏生病 注意哦 饮酒不是他干扰的 是这个男子的习气 但是被这个附体抓到了把柄 干嘛 你不是喜欢喝吗 大家都知道 肝有解酒之效 肝要是完蛋了 你这个酒是解不掉的 所以他首先障碍 这个男子的肝功能 让你的肝功能衰竭 大家这里就要想了 如果把这个腹体操作走了 他酗酒的毛病能不能解决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酗酒是他的几种习气 他的一种习惯 和人家这个腹体压根没关系 你把这个腹体送走 只能说腹体不再干扰肝脏了 不再干扰肝脏 也就是虚病已经走了 经过中医条理 你的肝脏容易康复 容易康复即短 不是指马上康复 因为长时间的伤害 他都要有一个康复的过程 你就是找最好的医院 也是如此 在里边有个前提啊 是你不酗酒了 不然的话 这么脆弱的肝 即使是没有附体肝脑 你强行的酗酒 这个肝脏会不会好 不会好 因为它是超复合运转 这种情况怎么办 只能是强行接酒 就好像这个师兄说 昨天采杀了腹体 今天又买了个 打酒去外面喝去了 是啊 这个正常 腹体不是干扰 这个师兄 喝酒的主因 只是障碍肝脏 当时我们查的时候 菩萨告诉他 丢一魂 缺一破 魂可以早 破去难寻 这个难寻 不代表早不来 而是机缘不到 即使魂早回来 即使附体走了 这个症状 只能是慢慢的 有所减轻 但根本的理由没有减 所以还有症状要存在 只能干嘛 只能赶紧做善事 这是第一条 尽量的有机缘来寻破 第二条 家人要赶紧想办法 哪怕采取强硬措施 让他接酒 这样子肝脏 才有一个休息的心线 赶紧恢复 所以任何事情 皆不要着急 你要明白 任何事 它都不是单一的因果 就好像那个 故事里边讲的 那位师兄 他去放生 放生的时候呢 一股凉气从头而入 最后知道了 这个鱼是报恩的 从水中而来 带有一种水气 所以他自然感受到 而量 最后他也得了一步护法 由一个报恩的父体余仙 最后呢 成了金龙护法 这个是赚了 但是他的后背 依然还感到凉 非常着急 在问 哎呀 这个父体走了没有啊 如果我们没有天眼 见证团队 我们还真就是 有力说不清 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过程 今天上午我们有开启天眼 进行见证 观世音菩萨直接开始 当这个鱼从水里边 进入它身体的时候 带用了一些水气 超度走之后呢 这种水属于阴凉之物 在身上还有保留一些 这些阴寒之气 这些阴寒之气 要通过晒太阳 晒背 慢慢解决 过去日子自然康复 遇到这些事情 老兄也是非常的无奈 故事里边一再地讲 可是总有很多师兄 没有听到 可能是故事太多了 不怪大家 任何事情 请给他一个康复的过程 不然的话 总是希望立竿见影 这个可能性不大 但是绝对不是没有可能 这里边要分开说 有的人呢 他是单方面的原因治病 那可能他好得就很快 有的呢 他的一个病 是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那解决了一个方面之后 有所减轻 但是 不一定能当下能好 因为还有其他的因 没有解决掉 就好像 前几天有一个女子 在查写法的时候 菩萨告知不能查附体 写法展现的时候是巨蛇 蛇腰 在干扰他 不能查附体 我们自然没有办法 但是他今天呢 又找我们的管理员师兄说 他感觉到有蛇腰在给他谈话 我就纳闷啊 已经送走了 怎么还会有蛇腰 净中一关 发现什么 哪有什么蛇腰 已经送走了 怎么还会有 不能查附体 只是我们送的机缘不到 我们清醒地看到 这些附体在障碍他 用蛇腰之前的口气 为什么要障碍你啊 让你失去信息 远离佛宝居 远离之后 他们就好办了 没人治他们了 就可以控制你 吸收你的精气神 控制你 然后刚好能报前世之仇 为什么不能查呀 自然是他们不愿意解 不愿意和你化解这个仇恨 自然仇恨很深啊 其实每个查询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障碍 这个或许是对你的一种考验 也是对佛宝居的一种考验 我们知道 好多师兄写了大量的反馈 一般这个康复的反馈 都是有的时候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康复了 所以菩萨每次特别交代说 慢慢康复 但是菩萨不会给你指定是 哪一天就康复掉了 只是告诉你爸这种 一走了 你这个病可能就会好 什么时间好 怎么好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保证做法成功啊 但是中间呢 都会遇到一种考验 第一种考验是你自己 就松走了 但是你的疾病不会马上减轻 这个时候呢 你今中就会存疑惑 到底松了没有 这个佛宝居是真是假 他们是不是骗子 一个立竿见影的心态 障碍了你这个思维 这是对你的一种考验 对于我们来说呢 你又怀疑自然要质问 你质问了 我们有时候呢 就要重新返回来 再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 发现 根本没有那回事 做的法那是肯定成功啊 注意就像刚才那个附体一样 写法走了 附体在干扰 让你失去信心 这是你们 你们外人呢 就是说 这种 如果是我 我也会生疑心 这个是正常的 这种思维是可以理解的 这就是对你我的一种考验 这个时候我就想起 我给我妈妈 超度腰部附体的时候 一件事情 两个附体在我妈妈的腰部障碍 我超度之后 他第二第三天 确实有所缓解 但是第四天才发现 他又开始疼痛难忍 之后问菩萨 菩萨说不能查 如果我不是法师 如果我们没有天眼见证团队 老宗也会疑惑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法术是零了 但是一个星期之后 可以查了 让老宗知道是四个附体 压根不是之前的两位 那能怎么样 赶紧超度吗 时间仅仅相差三天 这个故事里面 曾经与大家分享过 如果这个事情遇到 大家身上 大家会怎么想 或者可能就会怀疑说 是不是压根就是查处了 是不是之前的压根就没有超度 讲故事 必须做因果见证 没有见证我们的故事 从何而来呢 可是你做因果见证 这个问题又来了 你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因为即使你是真的 也会有人怀疑你是假的 这是肯定的 信你的 总会信你 不信你的 说破大天 也枉然 我们曾经有好多师兄们 因为各种缘由 不信而离开 也有好多师兄们 因为相信而走来 我相信一切都是缘分 老书是讲因果的 深刻明白 因果的厉害 我只能保证真实 保证所查的查队 保证所送的能送走 但是老书不是医生 并非万能 正因为有无数个前因 才导致你去掉了一个因素之后 可能改善不大 或者说 短期之内 更明显了 这个就是对你我之间的一个考试 时间呢 经过又快一年了 中间有非常多的师兄 改善了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坚持下来的师兄 一定要明白 就好像之前 前段时间 有个小孩 他每天 要干嘛 起床 睡觉的时候 他会梦游 梦游他会到一个位置 就是到窗边 他身上中了一种写法 这个写法就是要这个小孩的命 要命啊 就是让你自杀 让你从窗户中跳下去 当时一个同修推荐以后 给他解写法 但是菩萨告知 解写法之后 他没有了生命危险 但是他有一个康复过程 解写法的当天 这个小孩睡得很安稳 这是给这个母亲予信心 解写法的第二第三天 这个小孩又起床了 但是没有走向窗户 在这转了一圈 又睡着了 中间停过十来天 又睡得很安稳 之后呢 小孩还是时不时的会 晚上睡觉会坐起来 或者还走下地走一遭 你能说这个写法没解吗 菩萨已经告知了 需要一个过程的恢复 解写法会在这个身上 停留一段时间 就是你的习惯 但是放心 他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 既然没有生命的危险 你就是说 他的寿命上在 也就是不会去跳楼 不会去选择自杀 只会象征性的 起来走一走 如果能理解的 大家觉得真棒 如果不能理解的 就觉得 哎呀不是写法解了吗 怎么还起床啊 是不是 这是几个案例 老宋要多在故事里边 与大家分享 老宋不回避任何事 你遇到了 老宋跟你聊一聊 跟你讲一讲 这些不讲也不行啊 我们理解大家的心态 都是像着急的恢复状态 但是真的他需要一个过程 着急办不了事情 不然的话 会让这个管里面 事情焦头烂闹 比如说 你身上的疾病 是这个附体引起的 这个附体走了 你身上的疾病 是不是立马康复 以前跟他聊过 他有个食病 有个过程 有这个过程 有这个疼痛 你又去 就怀疑这个附体走了没有 这个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告诉你走了 你不信 要么这样去爱你吧 师兄 你家里边有没有 人想开天眼 开了天眼 你自己看 你又不会去选择 是不是 说一千到一万 无非是告诉大家 老宋 讲因果的 老宋 明因果 老宋 答应你的事情 老宋 一定做到 老宋 做不到的事情 老宋 一定 不答应 每天 每天推到的事情 很多 每天接手的事情 很少 应该推掉哪些 应该接哪些 都 没有老宋 左右 是菩萨 慧眼 观之 你说是哪个菩萨呀 没有具体 到哪一位 我们有时候会请教阿弥陀佛 有时候会请教观世音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文殊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普贤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地藏王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地卖龙神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药王菩萨 也可能会请教原始天尊 也可能会请教太上老君 也可能会请教灵宝天尊 也可能会请教其他修仙得到的高僧 大德 当然这都是已经去基督世界的 随缘而请 根据缘分而定 或者呢 就是说 这个天眼见证人家里边 供了哪些佛菩萨 我们证明他是分灵 那样就不专门请了 直接问菩萨的分灵 就可以 佛菩萨以慧眼观之 看三世因果 分析其机缘 机缘到者 则查 机缘不到者 则不查 就这么简单 机缘到者 就是说 灵界告知 这个能查了 这边机缘到了 如果你不查 那是你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花 是阳光空气水 都要举足 灵界的阳光空气 举足了 你这个水不浇 那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但是 菩萨有一次呢 给我们开示了机缘 当然这个机缘的词 并不仅仅局限于这八个字 只是为了方便理解 叫做 机不可施 石不再来 有很多同修 前五个小时问的 甚至前三个小时问的是 有机缘 当下没有查 三个小时之后来找 机缘就过了 还有的同修是当时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问 是能查 但是因为各种缘由 要么呢 是心存怀疑 要么是资金不够 要么是舍不得 等种种缘 之中 可以理解的 但是 告诉大家 之前能查的 之后就未必能查 今天说能查的 明天就未必能查 前一个小时能查的 拖一个小时 就未必能查 我相信我们的天眼 见证人都深有感触 所以说 也有很多的机缘 在这里 这个机缘是怎么样子的 那老宋说 老宋也是说不清 道不明 因为这个法界这种缘分 真不好说 只能是简单 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身上附体是一条鱼 本来能查询这条鱼了 这条鱼已经准备打算 放弃报酬了 但是呢 那几天机缘巧合 你恰恰就被朋友弄到饭店里面 又吃了一条鱼 而这条鱼就是这个 附体的子女 或是亲人 他怒火中烧 突然就不愿意放过你了 心脏旧脏一起算 这个机缘就错过了 不能查了 因为人家已经发达事了 不合理解 当然我们这是举个例子 方便大家理解 就是说规定就是这种情形 因果非常的复杂 这个机缘也是非常的复杂 你说不定哪一个环节有了问题 你就错过了 就好像你找领导办事 七点整你去 人家还在吃早餐 你还能看到 对吧 你七点零击 人家就走了开会去了 你就普空了 就差着一分钟 这就是机缘 路上掉了一百块钱 你钱一秒走过 你就能捡到 可是你稍一停顿 就被另外一个人捡了 这个缘分就错过了 这是打比方 可不是建议大家去捡钱 也不建议大家去捡路边的东西 以前的故事曾经与大家分享过 路边的东西 不要轻易的去拿起来 你的一个贪心 可能会给你带来不小的后果 很多写法师就是利用了你这个贪心 给你障碍了 未来是有定数的 但是也有变数的 而且这个变数的可能性还很大 有一个大的曲线 也有无数小的细节可以改变 充满了变数 所以菩萨有时候 也不会具体说 怎么好 会如何好起来 只会告知 你会慢慢好起来 对于一些事情 也请大家要正确理解 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讲真故事 无非 也是告诉大家 我们之间真的是要相互理解 我们能体调你的心情 因为我们也曾经有很多苦难 也有正在经受的苦难 只要不出六道 我们总是在这种 酸甜苦辣中生活 有一种人是专门靠坑蒙拐骗过活 有一种人他不坑不拐不骗 但是经常也会被人误会 这是正常的 你也曾经被人冤枉过 你也曾经被人误会过 你也曾经做过做好心 行好事 而被人当作驴肝废过 我相信大家都能体会 也就是说我们之间互相 都能达成一种谅解 我们多体悟你的病苦 多去站在你那个角度上去考虑 但是很多事情我们也无能为力 只能在可查的事情上去做做功夫 把能做的法给你做成功 仅此而已啊 另外你们大家呢 或者听众朋友 如果以后招老说 你也能也请这样及我们的团队 我们不是万能的 我们只能在这个因果范围之内 把机缘成熟的那部分因果 给大家圆满的化解 其实还有好多隐藏的 还有很多以后机缘将要成熟的 就像麦子一样 今年你收了麦子 不代表明年就不会有人中 明年就不用收 因果它也是按次第不断地成熟的 总之我们互相谅解 共同进步 货宝局也会在这条路上 坚持地走下去 没有查询我们就没有蔬菜 没有蔬菜我们就没有故事 但是不讲故事 这个小因果 这个因果讲的太过于宽发 没有肉 只有骨头 只有骨架的故事 不是故事 所以我们还要坚持 坚持的过程当中 即使帮人 也是帮机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你找老宋做的法 他都成功了 你身上的灵体 他得救了 你身上的苦处 减少了 这就是事情的 老宋问心无愧 我们的天眼见证团队 问心无愧 我们的管理员团队 问心无愧 我们对得起因果 如此而已 大家可以怀疑 可以诽谤 但是注意了 也用一颗宽容的心 去看待一些事物 我们都有往生的那天 让我们 盖棺定论 好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 13点06分 今天的故事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让大家人人开心 家庭都能幸福 让这个世界更和谐 如果老宋的故事 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麻烦您多多转发 法布施 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 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 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 师兄 朋友 及一切众生 愿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 正悟成佛 人人 回归 极乐 佛国 阿弥陀佛 都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